计划交易 知行合一 买卖规则 重预测 欢迎来到全网最强信息巨额平台Coinite 在这里你可以用极力的价格享受全网最全面最准确的开单信息 好 首先来看一下群里有的赛单啊 这是今天早上电报群里的一位群友分享他开的BCH的网格多单啊 盈利了34500余啊 他的初始投入资金有458000到 厉害了啊 小哥 你这开单的初始投入都已经相当于很多人一辈子的收入了啊 好 然后来看一下我们Discord群的我要上电视啊 首先我们要来给大家讲一个励志的故事啊 昨天的视频里面群里有一个叫TLNV71的小伙伴 晒了一下他SOL的空单啊 负1451% 然后昨天下午5点半的时候 他这一单就已经变成了负522 然后昨天晚上7点半的时候 他这一单变成了盈利390%啊 然后开大问他你从负1800扛到了盈利390%啊 然后他说嗯 能扛成这样的单 这真是一个励志的故事啊 群里的Kelos在昨天下午1点钟的时候 晒了一下VVN带来开了单啊 LINK亏了9.9% DOT赚了6% COMP赚了76% N1AR赚了110% MATIC赚了40%啊 然后群里的李温 昨天的时候晒了一下跟Jason的单啊 在比特币29,929的时候开的多单啊 然后赚到了69%啊 群里的LuckyLiu在昨天下午4点钟的时候 晒了一下他ETH的多单 然后他说看了三个星期视频 终于有一点成果了啊 修炼了三个月终于出关了啊 然后开始赚钱了 然后群里的Ryan在昨天下午4点半的时候 晒了一下他跟Rose姐的单啊 赚了1100刀 787刀和60刀 群里的987654 晒了一下他跟Rose姐的COMP啊 赚了137% 然后群里的大概率下跌 不排除上涨啊 说相信志哥啊 然后他跟着志哥开了一个比特币的多单 赚了18%啊 ALGO赚了320% ONT赚了190% 然后群里的DEXX感谢老王提醒啊 钱高跑路没格局啊 SOL赚了43% 然后平仓了 然后Ryan又晒了一下他BCH的多单 跟着Rose姐赚了3600刀 310% 然后群里的TLNU71 晒了一下他BCH的多单啊 然后赚了408% 985764赚了840% 群里的Kender跟着Rose姐赚了3066刀啊 1335%的收益 群里的Kevin008 跟着Rose姐BCH赚了73% 然后外卖哥失业了 他的COMP赚了220% BTC赚了310% BCH赚了650% 然后群里的Edson BCH赚了120% COMP赚了100% 然后我爱作业 BCH赚了44%啊 作业兄最近很保守啊 然后文太晒了一下 他COMP的单赚了230% 然后群里的Bahue Mill赚了1000刀啊 然后Run昨天晚上8点钟的时候 BCH赚了大概5000多刀啊 然后发达菜 BTC多单赚了200% 天冷了睡觉 SOL多单赚了44% BTC的多单赚了26% BCH多单赚了110% COMP的多单赚了93% 然后群里的Kenner说 这几天跟着Rose姐真的赚麻了啊 COMP赚了1600刀啊 然后倔强的小韭菜 BCH赚了165% SOL赚了63% 文文COMP赚了327% QENG说 Rose带我飞吧 然后他开了200倍的空单啊 亏了500%啊 然后新SUI赚了29%啊 好然后昨天晚上 Rose姐AV这单损了啊 然后昨天群里的声晒了一下他比特币的多单啊 他是新加入的会员啊 他之前在25588那个地方开的多单 然后125倍赚了24%啊 然后群里的DZ昨天用图表 直接开了AV的空单啊 然后他分享了一下他的做单逻辑啊 大家可以在这个我要上电视的频道里面来分享一下各个博主的报单 并且来分享一下自己跟单的心得啊 还有开单的心得 然后高启翔晒了一下他AP1的空单啊 亏了270% 然后群里的谁在发的我志哥 然后晒了一下他的BCH单啊 赚了210%和250% 还有52%啊 然后外卖哥失业了 晒了一下他的BCH的多单啊 赚了1654% Voco跟着Rose姐开了BCH的多单 赚了388%啊 群里的Aquanier 晒了一下他的COMP 赚了209% 好昨天群友的晒单就到这里 好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昨天的走势啊 比特币昨天涨到30700之后 然后慢慢的震荡下跌 最低的话差不多差到30274那个地方 然后慢慢的又开始上涨啊 现在价格来到了30700多左右 然后慢慢的出现了超买信号 和有一个看跌背离啊 按图表的结构来看的话 目前比特币大概率不会继续上涨了 应该最多涨到30900多左右 然后会慢慢的下跌 如果那个量能不是很大的话 就会慢慢的下跌啊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Rose姐 Rose姐最近的报单非常的奇准啊 我们社区都要成立Rose叫了是吧 大家不要盲目的崇拜啊 跟单的时候还是要稍微均仓一点啊 不能说Rose姐最近很准 你就全仓收下去跟是吧 如果万一昨天跟到像AV这个币的话 那你不是亏了吗 好昨天这个币的话 Rose姐报单开单的价格在64.83啊 然后最高的时候涨到了67左右 然后又慢慢的回调到了61.3是吧 然后现在的价格呢 差不多跟Rose姐昨天报单价格差不多 就是64.2 然后Rose姐设的止损是48.7啊 只赢是144 很多小伙伴跌到62的时候 他就爆仓了 你这留言留一个Rose姐哥你 真的有点说不过去是吧 Rose姐并没要你开200倍杠杆的 是吧 只赢直接指到144止损的话 63 62你就爆仓了 你这个其实也怪不到Rose姐啊 Rose姐是看日线的啊 大家要能扛扛单 还是要稍微能扛那么一点是吧 Rose姐昨天晚上9点半的时候说 在7月10号之前 我们可能会看到BTC的侧向发展 Rose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7月10号之前 我们可能看到比特币 一直会这样持续性的震荡啊 然后他接着说BCH加10% COMP加20% 然后昨天下午的时候 Rose姐又给了一个COMP的多单 然后差不多是在44.51买入啊 这一单大家都赚饱了是吧 然后大家就纷纷的给Rose姐点赞 然后AV这一单 大家都纷纷给他点歌 小伙伴们都很现实哦 你这带大家赚钱了 大家都叫他小甜甜是吧 带大家稍微没有赚钱 还没有损的这一单 大家都开始叫做牛夫人了 你们也太现实了吧 然后Rose姐接着说 未来会有更多机会 要坚强风险在你的控制之上 然后Rose姐在凌晨的时候 给了一个PPE的多单 然后这一单 0.0015开单啊 只赢的话放在0.002 只损的话放在0.00138 然后Rose接着说 在进入时关闭交易 最好等待 好然后PPE这一单 他让大家平仓了 然后Rose姐接着说 7到12月通常是ETH BCH-比特币的最坏时间 然后他说 哪些人可以像COMP BCH那样跑赢市场 我的雷达在AAV 好Rose姐 然后去睡觉去了 AV这一单 他目前并没有平仓哦 好 然后来看一下 昨日购客金牌分析师明轩 他在昨天下午4点钟的时候说 注意这波突破 如果确定是站稳 30,300的话 有机会去到30,880 31,432 然后昨天这波涨幅的话 目前现在已经到达了 30,800多左右 30,700 好 这一单如果开单的话 现在已经赚到了400点 然后他说 如果有进到的话 务必止损带好 最近比特币的行情 一直是在30,000到31,000之间 区间震荡 实际上在高点去开空 然后低点去开多 一直可以盈利是吧 但是目前这种行情的话 会横盘多长时间 还是不确定的 如果按Rose姐的观点的话 7月10号之前 还是横盘震荡的话 还有10天的震荡趋势 大家可以吃呢 然后明圈在今天早上说 盘面还是一样 看涨为主 目前区间不考虑做空 价钱还是一样跟着 无访问权限 里面给到的点位 看多底线在27,000以上 27,000以下 就会考虑布局空单 上方的阻力还是一样 30,880 31,400 3,200 32,000 32,000破的话 多单可以看到 33,500到35,000 好 这是明圈的观点 目前的大局势来说的话 确实是做多为主 好 然后来看一下Jason Jason昨天晚上10点钟 给了一个比特币TA的 另一个潜在多头 他差不多是认为 在30,212 那个地方开多 上面的话看到31,180 好 这是Jason的观点 其实Jason的话 一直是在这个区间范围内做震荡 是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的阻力位 他的上方阻力位 第一阻力位的话 就是在30,840 那个地方 大家看到没 绿线那个地方 TP1的指引位 可以放在这里 TP2放在这个地方 TP3放在31,119 那个地方 大家会看他的单了吗 好 然后来看一下博洋 博洋在昨天下午的时候 给了一下 他大致上预计比特币的走势 就是会先上涨到31,000去 然后再下跌到29,700 是吧 然后再去上涨 前低会刺破一下 就相当于29,805 的那个支撑位 会刺破一下 然后再继续往上涨 然后他又给了一个 比特币的空单计划 差不多是在 差不多就在30,722的地方 开空 然后看空的话 TP1的话是30,223 然后TP2是29,884 TP3的话是29,805 然后又发了一个空单计划 然后他说 请记住 这个长线可以来到一个低点以下 以填补这个缺口 然后再走 他认为比特币 目前的走势会填补一下缺口 然后再上去 但昨天的时候 确实开空的人太多了 是吧 庄家如果往下拉的话 庄家损失特别大 昨天做视频结尾的时候 我也说了 大家都懂的是吧 这么多人开空 庄家不可能去把它砸生了 目前比特币的整体市场来说的话 就是存量用户在开单 并没有新韭菜入场 庄家如果带着所有人去赚钱 那是不可能的嘛 不现实啊 然后昨晚10点钟的时候 他说30800被击中 是的 我做空了 SFP是无效值 是目前的高点 但他在前期的高点之上 也不是无效的 但我要小心 因为那是一个充满止损的双顶 博洋这一单 带大家赚钱了 昨天群里说了 然后他又开始浪了 是吧 他说我是最优秀的人之一 我已在这笔交易中击中了TP 好 然后博洋说 TP2命中 Ladies and Jasmine 是吧 博洋确实很浪啊 博洋你这好久没让大家接真了 你搞点接真的 但让大家赚一赚啊 是吧 好 赚钱了 他就开始浪了 人都是一样的 人都是一样的 好 然后来看一下 怎么样都不会浪的 提阿非罗提大 提大来昨天晚上11点钟的时候说 平行底跌破 测试前日线级别 然后反弹 看来我们都小赚了一点 好 提大昨天的策略图里面 可以说 说得很明显了 就是认为443的量能开空 是吧 他看空 然后确实是往下跌了 然后他说 华尔街早盘时间的一个三段式 然后他画了一个这个图 然后他今天凌晨5点钟的时候说 下方留意 0.618 0.66 提大意思就是说 要注意一下比特币跌下去的力度 然后跌下去之后 按现在的复盘来看的话 比特币是反弹上来了 反弹到30,700多左右了 是吧 并没有跌下去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微不 微在昨天凌晨的时候说 我认为看起来需要削减 比特币不是像能反弹到那么高的地方 他正在翻转看跌 如果你持有他 请在这里削减他 好 昨天的意思也是这样的 昨天比特币他认为会下跌 然后他说 他说我早上在摇摆区发了个帖子 我做了一笔交易 从这里开始 然后微微在凌晨三点钟的时候说 我只是在等待 比特币失去三万来剥头皮 三万是一个心理支撑 在这里剥头皮是有点风险的 所以等待 好 然后昨天比特币并没有跌下去 微微是坚持看空比特币的 但是比特币这些天 就是跌不下三万这个点 是吧 因为太多的人开空了 张家一定会把这个共识杀过来 当所有人开多的时候 他还会开始下跌 好 然后来看一下波浪理论 柳一东 柳大在今天11点钟的时候说 劳动价值论始于亚当斯密 忠于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认为 价值是凝聚在商品中 无差别的人类劳动 没有劳动拿来的商品价值 POW的价值源于挖矿所付出的劳动 而POS类没有付出劳动 凭什么标价几亿美金 甚至几十亿几百亿美金 最近有一些POW从低位启动 这是劳动价值被重新发现 柳大又在吐槽这些山寨币了 这山寨币不像比特币一样 是吧 用矿机挖出来的 用电费挖出来的 这些山寨币就是凭空捏造出来的 柳大认为他们根本就不值这个价 与其说柳大是加密货币的推行者 不如说柳大是比特币价值的坚定捍卫者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柳大对比特币的观点 31431是黑色的顶 相当于柳大认为31431这个位置 已经是黑线的顶部了 短时间内不会再去触碰到这个点 然后他说 沿着橙色虚线通道继续调整中 较为符合联合型 联合型通道是平行四边形较为平缓 红色虚线28898是支撑 回色结束以后应该还有最少一次拉升 与黑线级别相同 大饼遇到空头狙击的时候 能冲上去的币才是大饼的好狗 哪些好狗 你看一下昨天肉死 VV大家开的币 都是好狗 是吧 都能跟着大饼齐飞 现在还没冲上去的币 下轮流逝就不用看了 柳大的观点很有道理吧 相当于的话 柳大认为目前的走势会回调 回调到28898之上 然后才会进行下一轮上涨 下轮上涨的顶部 也差不多是31430左右 好这是柳大的观点 好然后来看一下图表冠军的 Daniel Daniel昨天下午3点半的时候说 当你与冠军交易时 你会像冠军一样赢 这说话说的比柏阳还嚣张 柏阳只是说自己是优秀的人 是吧 Daniel直接说 我就是冠军 跟着我就能赢 是吧 牛逼 他这句话我们群友给了三个赞 然后他说 正如我告诉你的团队 看跌的分歧实际上是领先的 更高的价格即将来临 这是TPE和团队再次的确认 再次的胜利 厉害了 听着Daniel说话 我感觉很有煽动性 看他打几个英文字 我的鸡翻过来 我都非常激动 我感觉我马上就要财富自由 走上人生巅峰了 是吧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相当于昨天下午3点钟的时候 他也是看跌 但是他同样认为 跌下去之后会反弹上来 然后到达一个更高的高点 我们现在都在期待 比特币的下一轮牛市 下一轮牛市 新酒菜入场之前 我们这些老酒菜就要财富自由 是吧 把我们1万5买了一枚的比特币 10万一枚卖给他们 好 然后来看一下比特币 OBDI一小时的爆仓图 刚刚涨到30700去 把所有开空的人爆完了 是吧 但是庄家并没有走到 30850去 把剩下的全部搞定 然后比特币目前又回跌到了 30652的地方 目前来看的话 庄家下跌的收益会比上涨要高 好 然后ETH呢 ETH同样要跌到 昨天我说的1810那个地方去 庄家的收益才会比较高 这里有根很长的线 整体来说的话 今天庄家下跌的收益 会比上涨要高 好 今天各个博主的分析观点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击屏幕下方链接 加入社区参与讨论 谢谢您的收看